一路上开上来都觉得 沿途的风景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就是没到让人窒息的那种 真的是超级梦幻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从罗马到拿坡里了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待个两天 因为今天都在开车 所以我刚刚就简单的摔个五朝 然后现在已经六点多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去吃饭 然后明天可能会去附近的小镇晃晃 在这里会待两个晚上 是两个晚上吗 对两个晚上 然后我们就要再去别的地方 然后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一下 今天超级可爱的Airbnb 你们看今天的Airbnb一进门以后 就是很像三合院的样子 第一次看到这种 就是在意大利南部城镇的房子 然后我们自己的院子还蛮大的 有两个桌椅 但这个应该就是别人家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住的Airbnb 我们一进来以后 这边就会有个双人床 这里面的设计整个都超级可爱的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的双人床 然后你们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浴缸 还摆了这种咖啡可以喝 它整个摆的就是超级的少女 然后这种粉红色紫色 然后这里呢就是它一个walk in wardrobe 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浴室 嗨嗨 然后这里真的超酷的 它用这种就是很有气氛的灯 然后我们这个Airbnb呢两个晚上是六二六五 所以处下来呢我们个人就只要一千出头 这么大的空间我觉得超级OK的 那我们现在要去海边找餐厅吃 然后今天没什么行程 因为开车很累 我们现在已经到拿布里的海边了 然后我们的Randy导游呢 就是临时说要来吃一个米其林一星 然后我们就好乐而不为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那家餐厅 感觉应该就是以海鲜为主的米其林 来吃米其林一星 见我们两个都穿拖鞋 希望它会让我们进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这一家蜡烛 很远 不念 这一趟多亏有Randy导游 没有没有 它超Carrie的 还是来帮Randy蒸有一下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蒸有条件 你可以说像Janny一样漂亮 就是像Janny一样善良 像 哇 太难了 像Mirsey一样聪明 那讲不好 这我很惨 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吃面包的人 但我觉得来欧洲吃到面包都超好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前面还有这个 就这个感觉很好吃 来吃吃看 这个我没有很喜欢 你们酒精组不可以排挤我吧 虽然我是Motel Cheers 乳酪配上甜虾这一道是整餐我最喜欢的 两个味道搭在一起完全不会突兀 虾子的甜味也让乳酪的味道不会这么无聊 上面还有小豆芽让口味更清新 后面的海梨啊龙虾沙拉还有意大利面 味道这也不错但比较没有记忆点 而甜点的巧克力跟慕斯还有泡芙小店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不过这一人用三四千的价位 我觉得是吃气氛比较多啦 Morning 现在来到庞佩古城 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 然后呢他离我们住的地方只要开车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还蛮近的 然后现在才早上 但这边就已经超级多人 所以我发现这边停车位虽然有很多 但是都会蛮贵的 毕竟是观光区嘛 所以他通常只有那种半天或者是一整天的 然后我们刚才问了半天四个小时 是25€ 但因为我们只要停一个小时 我们等下要去其他地方 所以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停两个小时 然后他就给我们十欧 虽然还是蛮贵的 但就还可以接受 现在要来买票 白日这边也是现金比较好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带现金 现在买票 cash only 然后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现金的人 虽然仰赖你们了 旁边因为靠海拥有丰富的资源 一直都是繁荣的城市 在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呢 甚至被誉为罗马人的夏威夷 但西元63年发生的大地震 让许多建筑啊 还有建设都被摧毁了 没想到还没修复完全 整座城市又在十几年后 被苏维埃火山灰淹没 他就这样沉睡了1500年之久 一直到1599年 才因为不小心挖到壁画 让古城被发现 那因为沿江快速的淹没城市 所以不管是动物的遗体啊 面包啊 钳壁 人们被淹没瞬间的 动作跟表情 都维持在1500年前的样子 这里曾经被掩埋在火山下 这是少数的狼狼 古城的历史真迹 而且这边好像很多都是 那时候是餐厅酒吧 旁贝古城就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一样 让史学家得以了解 古罗马人的生活样貌 不只有室内的展区 室外还包括了 经济场 神殿 市场 私人别墅 甚至是妓院 没错 听说旁边的幸福物呢 当时也是非常的盛行啦 那毕竟是有钱人的天堂 这里富豪的房子真的都超级大的 来参观别人家 哦 所以这里是浴室 这个排水孔 有可能是浴室 猜不出来的 看这一天的壁画 如果整幅应该蛮美的 现在只保留了一点点 就是猫咪嘛 就是猫咪嘛 圆区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应该是要花五到六个小时逛 好可惜走到最快断的我们呢 最后还是没能找到最热门的妓院 听说那边呢 有超多壁画都非常的精彩 就只好留着一点遗憾下次再访咯 但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 当时近两万人的古罗马人的生活 有多么的奢靡又富足 那离开了庞贝 接着呢我们就要去前往此趟 我超级期待的Amalfi Coast 路上开上来 我觉得沿途的风景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就是美到让人窒息的那种 然后现在我们是在海岸边的一家餐厅 准备要吃饭 刚才已经点完餐了 然后现在在等 这边的餐厅真的是超级超级难听的 然后因为开上来的路真的是太难开了 所以我们远离了一下 结果原本的餐厅就不给做了 然后现在到了另外一家 但其实沿途还蛮多餐厅的 如果对食物要求没有这么高的话 感觉可以直接来了以后再找位子就好 然后这一家是在一个虹窍里面 然后现在我们正前方 就是蔚蓝海岸的Fu 真的是超级梦幻 建层的蓝色 然后刚刚沿途也有看到很多店家 就是感觉可以去那边逛逛买衣服 看起来都超级好逛的 但我们到四点多的时候还要去另外一个店 所以算在这边待半个下午 这边老师还教大家意大利文 阿佩洛斯里面 阿佩洛斯里面 是这里到述都看得到的一个意大利的 可爱的 但我们今天才喝到它就是都长样 橘橘的 就像是有点酷的橘子汽水 我觉得还OK啦 现在就不会想要每天都喝这个 所以我发现时间好像没有很多没有办法逛街 但我觉得下次来的话呢 应该可以留一整天都在这里 因为这边就是有各种餐厅啊 酒吧咖啡厅 然后也是有很多卖一些小饰品 然后一些手工艺 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 然后这边开车的话真的不是说特别的方便 但好像其他交通方式也比较少一点 可能可以搭车吧 不然的话这边其实停车也是蛮贵的 像我们一个小时就要10欧 然后位置也蛮有限的 然后就记得来这里开车的话 像我就不敢给他们看 就是这边路站都超级小的 算是我开车以来数一数二难开的地方 之前有人说这里是低配版的五余村 因为我上一趟来意大利的时候 我没有去五余村 但这次时间赶不及就没有去 但我觉得这边跟五余村的氛围 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就虽然他们都是在那种岩壁上 然后会有一些餐厅啊什么的 但我就觉得这边的氛围真的是太chill了 你看像现在下面 就还有人在晒日光浴 虽然说这边跟其他的景点一样 就是有超级多人 但我觉得这边的view真的是完美到不行 一定要来算是我这一趟属一属而喜欢的地方 太赞了 嗨 我们刚刚已经从 Amalfi Coast 然后一路开过来 现在这边 这里呢是叫做 Villa Simbro Gardens 这边的景呢 跟蔚蓝海岸比起来就是简单很多 然后这里的氛围呢 就会比较安静一点 就不像是刚刚蔚蓝海岸那边 非常的热闹 然后超级多人 好可爱的village 然后发现这个village 有一个更大的地标 叫做 Villa Ruffolo 这个地标 拉维洛距离Amalfi 7公里最早呢 是以贸易闻名的 还曾经是上百座教堂的宗教中心 更因为这边呢 有许多艺术家还有音乐家聚集 每年夏天呢 都会有拉维洛音乐节 所以它又被称为音乐之城 那现在拉维洛呢 是Amalfi Coast 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也是米其林指定的三星旅游景点 不过呢 这边我最期待的 其实是Wonder Woman 还有Tenant 在这边拍摄的地方 也就是在一个神秘的花园里面 这里要先买票 一个人是10欧 可是这里超漂亮的 给到一个新的点 都会被新的点给迷惑 可以等一只爬树的小猫咪 这个garden里面 这个就是Tenant的拍摄点 然后看起来还蛮大的 应该会走个一个小时 就是这里 那时候Tenant看到的 萤幕电影场景就在这边 终于到了 这也是最多人聚集的地方 现在的光 完全就跟电影一样 太梦幻了 太扯了 他们就是在这个 小台子的地方 太漂亮了 Villa Tenbrone 从十一世纪一直保留到现在 整个庄园非常的大 包含历史悠久的饭店 婚宴会场 还有花园 真的都规划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很值得一访 好啦 那这一集真的已经集结太多太多美景了 再看下去大家都要演花了 那我们就拜拜 下一集见 这是法国有的这种饼干 但现在在意大利 意大利有的饼干 超不专业